创世纪第二十章 亚伯拉罕从那里迁到南地,就住在加蒂斯和舒尔中间。 亚伯拉罕寄居在基拉尔的时候,曾经提到他的妻子萨拉说, 她是我的妹妹。 于是基拉尔王亚比米勒派人来把萨拉娶了去。 当夜,神在梦中,来到亚比米勒那里,对他说, 你该死,因为你接来的那女人是个有夫之妇。 亚比米勒还没有亲近萨拉,所以他说, 我主啊,连正义的人你也要杀害吗? 那人岂不是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妹吗? 就是那女人自己也说,她是我的哥哥, 我做这事是守洁心轻的。 神在梦中对他说, 我也知道你做这事是问心无愧的, 所以我也阻止你,免得你得罪我。 因此,我不容许你接触她。 现在,你要把那人的妻子还给她, 因为她是先知,她要为你祷告, 你才可以存活。 你若不还给她, 你当知道,你和所有属你的都死定了。 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她的众臣仆来,把这一切都说给他们听,以致他们都很惧怕。 亚比米勒把亚伯拉罕召了来,对他说, 你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 我在什么世上得罪了你, 以致你给我和我的国带来这个大罪呢? 你对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为了什么缘故要这样做呢? 亚伯拉罕回答, 因为我以为这地方必定没有敬畏神的人, 他们会因我妻子的缘故杀我, 何况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妹, 她原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后来做了我的妻子。 神叫我离开我父家, 在外漂流的时候, 我对她说, 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 你都要对人说, 她是我的哥哥, 这就是你代我的恩情了。 亚比米勒娶了些牛羊、 蒲币送给亚伯拉罕, 又把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还给她。 亚比米勒说, 看啊, 我的国土都在你面前, 你喜欢哪里就住在哪里吧。 她又对萨拉说, 看啊, 我给了你哥哥一千银子, 做你在全家人面前的遮羞钱, 这样你在众人面前 就算清白了。 亚伯拉罕祷告神, 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 以及他的重卑女, 使他们能生育。 因为耶和华为了亚伯拉罕妻子萨拉的缘故, 曾经使亚比米勒家中所有的妇女, 都不能生育。 他对, 我会让你来自然的妻子, 他对, 我会让你来自然的妻子, 是他的妻子。 感谢观看